哈喽,大家好,我是花花 我现在在海天佛国普陀山 这里呢,是千步杀 深秋时节,我又一次踏上了普陀山 从社会名流到普通百姓 每年总是有无数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善男性女 不远千里踏上这个小岛 这里的寺庙人生鼎沸,香火旺盛 真有那么灵验吗? 那就边游览边听我讲一段亲身经历吧 十几年前,父亲的一场病 如骤降的暴风雨一般侵袭而来 夜半时风,我经常从梦眼中醒来 无助地待坐到天明 此生第一次在佛前跪拜 来到的便是普陀山 并不懂太多礼佛的规矩 只是怀有女儿对父亲的爱 和一颗虔诚祈求的心 我的父亲最终安然无恙 而我们也最终躲过了这长暴风雨 以后的每一年 无论工作生活多么忙碌 我都会踏上普陀山虔诚礼佛 感谢她护佑我们一家平安 以后的生活中 每当迷茫脆弱时 我也会踏上普陀山 她能令我内心安定 深信有她的庇佑 每一种选择于我而言 必定是最好的 普陀山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关于这里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 神奇的传说 这便是我的父亲母亲了 祝他们健康长寿 也祝看视频的你平安如意 普陀山你还不来吗